各位童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看到很多我們的童心是陪著來上課的 俊手 非常優秀 有疼嗎? 很疼 不可能不疼 上了從昨天 然後今天又一整天 到這個現在 很多人都跟我講 他的腳痠很痛 屁股做到很痛 辛苦了 有吃飽嗎? 有啦 有吃飽比較重要 吃飽待會就要睡了 我會盡量 盡量讓你不要睡好嗎? 如果真的三米我就當作沒看到好嗎? 好 那我先來問一下 有沒有在場的 有沒有是自己 看報章雜誌來的? 有沒有? 我們這支沒有嗎? 真的嗎? 我剛才去照顧你知道嗎? 我跟我說好了 一會兒的家 這樣你讚 這樣讚 這樣會成功 不會啦 我說我一會兒四都沒辦法 你不用擔心 你如果是敢跟你打 你跟我們說我們全部分的人去幫他打破壞 好不好? 會知道嗎? 會啦齁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這一期是還沒有 沒有人自己來的 我們齁 自從 開始呢 局勢明朗化之後 這一年左右齁 台灣民政府的報章雜誌的廣告 新聞非常的多 有沒有 不知道 好吧 等一下齁 我的poppoint裡面有齁 可以給你們看 所以呢 局勢越來越明朗化 所以我們每一期的學員齁 其實越來越多的民眾 他是自己看來的 自己看網路 看我們的官網 然後看報紙 自己來上課 對 我來講 看網路我這麼關不你聽齁 好 你姐妹這裡誰 有人說你們要去看網路 對 那你是沒錯的 看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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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都敢這樣 好 謝謝你的付出 所以說齁 現在我再來問 在場 我剛才用的 我要跟你講 謝謝 來在場的同心齁 有沒有是被逼來的 有沒有 有沒有被勉強 我跟妳講 我就是讓我媽媽逼來的 我 我跟妳講 我不可憐啦 我跟妳講 是為什麼讓人逼來的 好不好 可以聽到嗎 好齁 一開始齁 是我媽媽的隔壁一個阿姨 她就齁 跟我媽媽說 欸 跟妳講齁 台灣齁 要換政府要變天啊 然後我媽媽聽著 就早點來跟我說 嘿 隔壁那個阿姨 說台灣要變天啊 我就跟我媽媽說 妳不要聽她的亂說啦 哪有可能 我說我們不要去 摸黑齁 政治很黑暗 我們好花過禮記就好了 所以說齁 這就不了了之 然後過一陣子 隔壁阿姨又來了 她又跟我媽媽說 沒有齁 這樣妳齁 去我們那個 是不是我們有新竹州 台中州 每一個州 她就說齁 妳可以去我們的那個州辦公室齁 那裡齁 有很多的資料 妳去那裡了解 然後我媽媽回來齁 她就跟我講 我說 我沒有興趣齁 我沒有興趣齁 政治這種東西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這個年紀是不是政治能感 是不是很信心欸 很正常嘛 所以我就跟媽媽講說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國民黨 民進黨什麼黨齁 我根本就都不認識 然後妳說這個 台灣民政府 我更沒有興趣 我說齁 我們不要去摸這個 我媽就說 這樣我自己去 我說好 我陪妳去 因為我今天會給人騙齁 所以說我隨意說好 這樣我陪她去 我就陪我媽媽去做辦公室 那當中的那個州長 她就說整個大片給我們聽 說完之後齁 我出來 我媽就跟我問 妳聽有沒有 我從小到大讀的歷史課本 從來沒有聽過一個 中華民國 叫做流亡政府的東西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我生這麼大 頭一次聽到 然後我媽說 所以咧 所以 聽不懂啊 不要去啊 不要去啊 然後就過沒多久齁 好險我們隔壁的阿姨不死心 她又來了 又跟我媽媽說 欸 沒齁 我跟妳說 我們那個中央齁 初級版有開口 沒有妳叫妳女子來上課 我媽喔 就來跟我說 對 初級版妳去上課 我跟妳說什麼 哪有可能 我就賣咧 我哪有那個人講 然後我媽就說 嘿 我知道妳有贏 她是知道我有贏 是沒錯啦 我說我賣 我沒有去家 我沒有去 我媽喔 就開始了 因為早上路到晚上 你去啦 我知道妳有贏啊 妳先去上課 妳上課 妳上課後 妳怎麼回來跟我講 是真的還是假的阿 是不是 我聽聽這樣 也是有力啦 阿不然她最近 小到這樣 我想說 好啦 不然我起一個好了 聽看看是怎樣 所以我是給人家別來的 我就來上課了齁 來上初級班 就跟各位同心一樣 在這裡坐 坐到屁股很痛 然後聽了三天兩夜 結束之後 大家猜猜 我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沒有 我 三天兩夜的初級班上完之後 我馬上就相信了 那我短順喔 短順齁 我實在相信了 因為齁 我很認真在聽哭 我聽喔 那個老師在說 理事阿 然後什麼什麼阿 我就覺得說 嘿 真正有道理 道理耶 我就齁 馬上 懷著滿腔的熱血 我就去了 我就去跟我們朋友說 嘿 我跟妳說喔 台灣民進府喔 怎樣怎樣 講完後 我們朋友齁 過一夜 她打電話給我 嘿 我是三年阿 不是一年兩年阿 十幾年阿 我就了解妳的故事 我說 怎樣說 妳喔 絕對讓人騙阿 我說妳怎麼可以說阿 妳絕對拼拼的阿 妳怎麼去查網路 恩 沒有咧 不愧是好朋友嘛 有了解我沒有錯阿 我說我沒有查 我查了一個晚上的網路 我說恩 有意氣 結果呢 她就跟我說 結果 妳沒有看網路上都寫詐騙集團嗎 妳又去 我聽完以後 妳由我怎麼跟她講 我跟她講喔 這樣我比較聰明 妳說為什麼 因為阿 台灣民政府成立不是一年兩年 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她已經成立很多年了 在裡面呢 不乏老師 律師 醫生博士 碩士 比我高學歷高知識的分子一大堆 要問的問題 尖銳的問題 絕對比我要艱深的很多 還輪得到我來問嗎 我說如果我有任何的疑問 我直接隨便問裡面一個老師 就一定會有答案了 還需要我來問嗎 我說我這樣是平常還是比較聰明 妳自己判斷啊 可是呢 重點是 我說 一件事情 絕對有正反兩面對不對 如果今天 我沒有進來了解她的正面的一面 我只有看到她的負面 請問我有資格去評斷她的正 正跟反還是對跟錯嗎 沒有嘛 我一定得了解了 事情的正反兩面之後 我才有資格說 這是真的還是假啊 還不是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講 事實就是這樣 結果我朋友聽一聽之後 他就說 好啦 沒有我自己問 就金三和平條約 第二條 日本已經放棄 那個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 為什麼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跟你講 我 後禮拜上完高級班 我才跟你講 因為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初級班才剛上完 齁 這個代表什麼 法理是不是很深奧 請問在場的各位 你們對於台灣目前國際地位日暑美戰 上過這樣的課 你已經很了解的請舉手 齁 那表示 他很有這個邏輯的概念齁 齁 那法理呢 他不是 一下子齁 你聽幾堂課你就會很清楚 要讀什麼 新台灣論 我看到有童心 已經有買了齁 那本書呢 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耐心齁 不用讀全本啊 你大概讀一半 你就有概念了 因為法理啊 他的深奧 才會 台灣才會因為齁 這樣被控制了 被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控制70年 都沒有人去發現 這是因為我們的秘書長非常的有智慧 他才有可能 從這一大堆的原文書 萬國公法裡面 國際戰戰法裡面 去尋求到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講 那我高級班上完之後 我再告訴你 結果我高級班上完之後 我還是沒告訴他 因為我還是有點懵懵懂懂 一直到裡面呢 台灣民政府裡面 有很多前輩齁 跟我建議叫我去考軍手 考軍手的時候是不是要讀書 所以說我才讀新台灣論 我讀書 我讀完之後 去考軍手 我才清楚法理齁 所以有時候 大部分的法理 你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老師都講 講完之後 我還不是很清楚 正常 本來就是深奧 你還是必須要去多多讀 秘書長的文章齁 或者是看一點書 你就會清楚了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會大家看 台灣整個從以前到現在的歷史軌跡 我會盡量讓大家去了解 身為一個本土台灣人 你所必須要知道台灣的故事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地方 大家有看過嗎 這是哪裡啊 製造三個的這個 台灣 對 有什麼台灣是怎樣 這是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有沒有 最早期台灣的地圖 當時呢 已經打開大航海的世代的時候 歐洲人啊 就是葡萄牙西班牙 他們 從 日本 琉球 來到台灣這個島嶼 哇喔 好漂亮喔 那當時呢 然後 FORMOSA 在他們歐洲人的語言裡面 那個叫做美麗 他們就把FORMOSA 賜給台灣這塊島嶼 所以大家知道台灣以前叫什麼 FORMOSA 美麗之島的意思 表示台灣非常的美麗 台灣現在漂不漂亮啊 不漂亮了啦 有沒有看到那個空氣汙染 那個建築物 有夠美的嗎 如果我們啊 日治時期 沒有被更換 呈現在的中國有沒有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的話 我們的建築物一定會很美 大家都不知道齁 慢慢 聽我講完你們就會知道 會很氣的喔 越說越會越氣喔 所以齁 這個是我們最早期台灣的地圖 大家了解齁 我們最早期就叫FORMOSA C 很美麗的島的意思啦 大家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台灣 FORMOSA這塊島嶼的外來民族是誰 外來民族齁 不是高砂族喔 蛤 葡萄牙 西班牙 荷蘭 還有 還有 還有嗎 喔 荷蘭 欸我有聽到一個 日本 對不對 在13、14世紀的時候啊 其實最早活動於台灣這塊島嶼的是日本 從這裡你就開始發現 欸 好像跟我們學的歷史開始有點不同喔 這個就代表 開始你們要進入 中華民國給你捏造的歷史 的差異在哪裡了 當時呢 日本人在13、14世紀的時候 他已經在FOR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的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的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很早齁 所以剛剛大家有提到的荷蘭 荷蘭他算是在台灣第一個比較有制度性的來佔據台灣的一個國家 所以呢 甚至是荷蘭大家所知道的荷蘭 他每年呢都必須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3萬張以上的鹿皮 才會被德川幕府允許他來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好這個在文獻當中都是有記載的喔 所以一直到1624年日本人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為什麼他要來到台灣 歐洲西方的國家最喜歡東方國家的什麼 瓷器 絲綢 那個啊 對於西方的國家來講 那個是他們的相當於黃金一樣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呢 他想要分這一杯根就是這個經濟利益 他一定要選一個轉運站對不對 連接一下東西方的這個道路 那他當時是第一次他是選澎湖 選了澎湖之後當時中國他是大明國 就是明朝啦 大明國他覺得喔 那澎湖喔離我太近了 所以他出兵把荷蘭趕出去 那荷蘭就想那我要選哪裡呢 他就選了台灣 他選到台灣之後呢 他選到台灣之後呢 在台灣他蓋了軍事基地 大家有沒有去過那個淡水 那裡是不是有一個紅毛城 有去過嗎 那 台南的 那個 樂蘭之城 當時的樂蘭之城 是現在的 安平古堡 有去過嗎 好 他當時呢 在台灣留下的 就是軍事基地 來控管台灣的人民 然後呢 他如果以台灣為當時經濟利益的轉運站的話 請問他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會不會 不會 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這句話 有沒有 這就是在講當時的荷蘭人 所以在這個時期 他們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也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 我現在講的這是重點喔 跟以後的事件發生是有關聯的 所以 即使荷蘭是第一個有制度的在台灣 的一個國度 但是他沒有好好的控管台灣 也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因為他是經濟利益的考量 那後來 因為這一個時期 所以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奠定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 地理枢紐的位置 一直到十六十七的時候 中國啊 當時中國 的漢民主都還是鎖國的政策 他們都還沒有跨出去航海的世代 整個世界全世界喔 都已經在開船喔 在這樣走喔 中國都還沒有 有沒有看過應該有看過 中國的古代的那個電影有沒有 是不是他們是不是很鎖國 這個時期就是這樣 這個也會影響齁 台灣到時候被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給 代理佔領的時候所發生的慘案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有沒有開始覺得 聽到的歷史跟你原本 中華民國給你的教育有點不一樣 有沒有覺得 開始有一點點的出入 因為呢 開始你會覺得 原來七十年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的教育 原來一個國家還可以捏造歷史 這個是我後來也覺得很可怕的事情喔 你慢慢就會發現 有很多的東西 原來國家是可以隱瞞你的 你沒有想過說 台灣應該是一個很開明的社會 其實不然 快跟北韓一樣喔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Formosa的一個政權的輪替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 因為日本戰敗 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好這是我們台灣大概的一個政權輪替喔 剛剛有講到的荷蘭 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台灣的期間 請問他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沒有是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他有來 對除了他的目的是做貿易之外 以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為什麼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呢 我們現在看到他有效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是不是只有一部分 有給予我們整個台灣的全島嗎 沒有 因此 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樣了解嗎 把荷蘭趕走的是誰 鄭成功 請問鄭成功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嗎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是不是也只有一點點 這個紅色的區塊對不對 那 大家知道為什麼鄭成功要把荷蘭趕走 為了救台灣嗎 不是 那為了什麼 反清復明 反清復明 有沒有聽過 他當時是為了要反清復明 所以將台灣做為一個他的軍事基地 如果是這樣 請問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會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不會 所以 對啦 來跟我們走他 所以說 基本上他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樣了解嗎 好 把鄭成功趕走的是誰 大清國了對不對 請問大清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完整主權 這一塊地圖是哪裡 有看過嗎 為什麼只有一半 為什麼台灣只有一半而已 他的東半部去哪裡了 因為呀 他呢 在1683年 大清帝國將 正成功趕走 佔據台灣的時候 他呢 也 大家知道大清國佔據台灣幾年嗎 不是十年 不是二十年 兩百一十二年 無故吧 經過幾個世代去了 兩百一十二年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他呢 要有下的控管 整個台灣 是不是綽綽有餘 綽綽有餘 綽綽有餘吧 除了齁 大家有沒有看過賽德克巴萊 英勇的 我們的高砂族的戰士 你只要進來我的獵場就 砍頭有沒有 那一部電影啊 還蠻紅的 還得獎 在演我們高砂族的英勇嘛 除了東半部高砂族的英勇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啊 兩百一十二年是不是很長 這麼長的時間 你怎麼想也奇怪啊 明明就可以統治啊 為什麼他沒有呢 原因 在於 大清帝國 皇帝所認知的 台灣 他當時 把鄭成功趕走的時候 皇帝他在想說 我其實我沒想要愛台灣 為什麼 增加你的領土你還不愛了 因為 台灣 我感覺 他就是一個 荒蕪的 化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 你派人來管理 要不要花給薪水 要 人力汙力 我沒想要花錢 我感覺 台灣離我太遠了 因為當時 剛剛有講 他還是在鎖國的政策裡面 所以他不曉得 原來只是隔了一個台灣海峽 他感覺台灣啊 離當時的大清國 他感覺太遠了 然後台灣為什麼他認為是化外之地 因為 為什麼荒蕪 剛剛有講到 荷蘭 有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沒有 鄭成功有沒有 沒有 所以到大清國的時候 他看到的還是一片 荒蕪落後 所以他就覺得 我沒想要台灣 可是這時候師郎就給他建議 那時候是散吃 不過他就不說 台灣原來是一塊寶島 他不懂 可是那時候師郎就跟他講 皇帝啊 你要把台灣佔領起來 皇帝就說為什麼 他如果又有一個反清復明的怎麼辦 他想說 也對啊 不過啊 我也想要開錢 我也想要在台灣開錢 我也想要建設 要怎樣 師郎給他一個建議 班兵制度 他自己說 皇帝我告訴你 你採用班兵制度來控管台灣 什麼叫班兵制度 建設台灣 我們先講文武官員嘛 文官就是我們的縣市長 對不對 市長嘛 官長嘛 你要文官 他就說 三年為一任 然後呢 你把他的家眷都扣押在 那個大清國 不要讓他們帶去台灣 這樣子 告訴 然後再用利誘 威脅加利誘 你再跟他們講 他們去到台灣三年 做完那個官回來之後 我就幫他升官又加薪 為的就是 不要讓他 跟台灣的人民 結合起來 反清復明 這樣就安心了 對不對 那在派過來的時候 在這個坐船的過程中 要不要前後扣掉個半年左右 沒有 沒有 然後來到這裡 你熟悉 林裡鄉裡 家家戶戶 要不要個一年 地理環境嗎 人文風情 等你熟悉完 開始要寫企劃書建設台灣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要回去了 欸 還沒回去還不行喔 請問 如果你是那一個官 你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基本沒時間嘛 也沒必要 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需要啊 再來 要不要當兵的當官 要不要警察 對不對 那是要警察 警察從哪裡來 司郎跟皇帝講 我跟你說喔 你把大清國所有的 午夜遊民 都召集起來 派去台灣就好了 一樣 班兵制度 給他三年為一任 欸 午夜遊民 薪水少少的 就可以過活了吧 然後 不夠對不對 我五官員 吃不夠 喝不夠 去台灣喔 貪污 腐敗 是不是 搶奪人民財產 反正沒人管嘛 大清國也不重視嘛 就這樣 212年 台灣的人民 生活在這樣 的體制下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請問現場在場的同心 你們認為 中國是你們的祖國嗎 不是齁 為什麼齁 我們會覺得中國是我們的祖先 有這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從這212年來的 212年長不長 很長 他足以讓你覺得 這麼長的時間 好像已經跟我們融合成一體了 可是大家不知道 他一樣是外來者啊 這樣了解嗎 他一樣是從外面來的啊 他用班兵制度來控管台灣 台灣會有發展嗎 不會 會有建設嗎 不會 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嗎 沒有 因此 他懶得去開發 台灣的東半部 反正我從來就沒有打算要把台灣 納作為我的國土之一 或者是好好建設台灣 我也不需要再花錢去打仗啊 所以 才會一直到1895年 他都還只有擁有台灣的西半部而已 所以呢 大清帝國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的建設 意思是說 204年後 才宣布 要將台灣 福爾摩莎西半部宣布 宣布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喔 好 請問 有併入成功嗎 他宣布了 請問有沒有 併入成功 沒有喔 他是不是只有講西半部 可是台灣是切成一半的嗎 不是 台灣是 擁有東西半部完整的台灣 所以他只宣布了 雖然他以為他將宣布台灣就是他一部分 但是 他沒有擁有台灣的領土主權完整 因此台灣從來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這樣了解嗎 我們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要了解嗎 到這裡清楚了 所以 中國到現在 他們不會再說台灣是他們的 他們說台灣跟澎湖是他們的核心利益 那就是 他想要愛 不過 他沒有權利拿 這樣了解嗎 但是 我們的內心裡面總覺得有一塊 很奇怪的地方對不對 因為我們被衝擊了什麼 文化 我們被衝擊了文化 你要想 一個國家齁 在場的有沒有去過別的國家出國的 很多人都有出國的經驗對不對 請問齁 你們到日本去的時候 日本他們的信仰是什麼 大概是拜神社啦齁 那你去美國的時候他們都信什麼 基督教 天主教 請問 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完整的國家 大部分大部分的信仰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 好 那請問大家喔 台灣 來請問台灣姓什麼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睡覺 一貫道 有的沒有的是不是 喇叭教 喇叭 好 一堆有沒有 是不是 什麼都有 欸 奇不奇怪 台灣啊 就小小一個地方而已 人家美國這麼的大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文化就會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的宗教信仰我們的文化並不是統一的呢 我們身為本土台灣人大家有去關心過這個問題嗎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歷史 我們一開始是不是講到荷蘭 其實啦大家知道齁台灣原本最早期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有平埔族跟高砂族 平埔族跟高砂族是不是當時是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一個部落 那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之間我們就講阿美族啦泰亞族啦 然後那個賽夏他們的 他們的族語也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台灣很可憐 為什麼台灣齁 被荷蘭然後又被鄭成功又被大清國 為什麼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書共同的信仰 這樣了解嗎 我們每一個族之間的語言書文字都不同 而且重點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字沒有書 只有什麼代代相傳靈魂不滅的傳說 都是用講的有沒有 都是用說我們以前的祖先阿 多麼的英勇阿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呢沒有什麼文字沒有什麼書 並沒有流傳些什麼 所以沒有制度因此我們很容易被未來有制度的民族就 統治了 取代了 知道了解嗎 所以呢因為這樣的情形我們會發生什麼狀況 荷蘭是不是有佔領過台灣 荷蘭佔領的時候 雖然他把台灣當作一個經濟利益的轉運站 但是他有一個重點 他當時把我們那個高砂族有沒有 的那個長老都叫叫去 然後把他們變成基督徒 所以我們高砂族大部分是信仰什麼 基督教齁 所以這是他們當時的一個通商 他們有傳商 傳教跟通商的重點 再來 重點喔 現在各位心中的重點 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剛剛我們才過完 甲巴掌那個叫什麼節 端午節 春節 冬午節 中秋節 元夏節 清明節 中元節 七夕過年 這些全部都不是我們台灣人本土的節日 相信嗎 有聽不懂嗎 我們好像覺得那個應該是我們的節日 好像是我們的信仰 結果呢那個是大清國212年所帶來的中國文化 那個並不是台灣本土台灣人原本所擁有的文化喔 所以才會造成台灣今天為什麼有東西方的文化 宗教融合的關係 這樣了解了嗎 有沒有覺得很衝擊 律書長喔 過年的時候他就跟我們講喔 欸你們這些人不要去包紅包 結果喔 過完年回來有沒有 律書長又問 有包紅包的舉手 大家都偷偷的 偷偷的舉一個小手 沒辦法嘛 因為影響太深了對不對 212年的影響之後 又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70年的影響 你認為說你現在告訴我那個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的節日 大部分的人很難接受 可是你要想 這樣子你一聽就知道台灣的源頭在哪裡 秘書長說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將東西方最好的文化來運用在台灣好不好 東西方最好的制度來運用在台灣好不好 如果今天燒精紙 那些東西會破壞環境跟大氣層 我們改成鮮花也不錯啊 是不是有心意有道就好啊 如果你今天能夠幫 就是運用最好的制度來在台灣 我相信這對台灣才是一個真正最大的幫助 甚至是說可以建立屬於我們本土台灣人自己的文化 是不是 變成最優秀的民族 欸這個夢想很棒吧 有沒有信心啊 台灣民政府可以帶給我們這樣的希望跟未來 所以現在大家要了解的是 我們台灣被衝擊了什麼文化 我們最早期是只有代代靈魂不滅的傳說 所以我們後來是因為荷蘭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是信仰基督教 再來就是因為 當時大清國來統治台灣 佔據台灣的時候 帶來了中國的文化 還有現在中華民國聯王政府的70年文化的影響 才會有這些節日 了解嗎 這樣啊集體潛意識的文化 它會叫成很可怕的魔咒 我想齁在場的各位同心進來這裡上課 能夠來到這裡上課的原因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講一下 一兩天隔天就來了 有的人拖一兩年三四年都有喔 這個就是齁 中華民國聯王政府給我們70年 他帶來了多大的一些影響 你沒有辦法去接受更新的事物 可是當一個人他沒有好奇心 他排斥新的事物 不一定願意去接納他了解他的時候 這個社會啊很難進步 這就是為什麼 你看美國人發明家 很多的發明家大部分都在國外 為什麼台灣很少 因為腦袋被局限太多的東西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 有沒有看過這一張契約 1895年的時候呢 我們發生了我們之前 1895年的時候我們是大清皇帝 正式將台灣及澎湖永久各讓給日本天皇 之前呢我們先發生了甲午戰爭 那這一個條約叫做 日稱下關條約 也就是很多人讀書上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中國 所稱呼這一條叫馬關條約 日本呢我們稱作下關條約 大家瞭解嗎 這個是當時的契約書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所簽的條約 然後這裡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及巴拉巴拉北 緯度什麼什麼有沒有 這一張看起來很像什麼哈 看起來很像不像土地全壯 有信嗎 像不像你跟我簽的土地全壯 我把這個儲買給你 我把他的地理位置寫得清清楚楚有沒有 從1895年的這一個下關條約之後 一直到今天包括經過了舊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從這一個條約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割讓給日本天皇之後 我們進入了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可是啊各位有沒有一個問題 上了幾堂課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 你們台灣民進府的老師 都說日本對我好對我好 不過啊我的記憶裡面好像有抗戰 對日抗戰有沒有 還有疑問 我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我有在想過 你們都說是不是這樣日本神話啦 後來呢我自己讀了法理之後 我發現原來日治時期是分為三個時期 他有前中後我 剛開始前期的時候呢 他是五官後騰心平 他剛開始治理台灣他是用什麼 殖民主義 將台灣當作殖民地 然後用嚴格的 嚴格的那個德國式的科學 來控管台灣的人民 為什麼 為什麼 很嚴格喔 有原因的齁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叫做什麼 嚴格 到菜刀 有沒有 我們用嚴格到菜刀 來把日本民打 你敢把他贏嗎 哪有可能齁 那咻咻咻 說不定菜刀就飛出去了 有沒有 哪有可能會贏 不過我跟妳講喔 日本齁 剛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 你打不贏對不對 可是他死了三四千個兵耶 為什麼 什麼 這個大菜刀就打不贏啊 為什麼還可以死三四千個人 人海戰術 也不是啦齁 全部都用甩的有沒有 那個飛刀用甩的甩出去 看會不會甩中 原因不是因為打贏的 是因為齁 病死的 可是呢 不是水土不服喔 是因為什麼 台灣啊 太髒了 212年的大清國統治完之後的台灣 髒到日本來到台灣之後 可以死三四千個人病死了 你可以想像台灣有多髒嗎 衛生環境條件非常的差 剛剛是不是有講 大清國沒有要建設台灣 除了用班兵制度之外 他還有一個 他還有一個制度叫台灣不足成 什麼叫台灣不足成 你管理一個地方 要不要縣政府 要不要市政府 總要有個鄉公所吧 台灣不足成 我什麼都不給你蓋 我就是不要花錢建設你們台灣 所以你們台灣 不然 我等一下說完口才吃 不然 謝謝你 沒關係他黏了 沒關係 謝謝謝謝 好 沒有因為齁 我這樣也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之前中感冒 大家之前 有人剛感冒全好的嗎 有人剛感冒完的嗎 有沒有 有沒有聽說這次的感冒很嚴重 有聽過嗎 我們台灣民政府 很多人都中了 台灣民進府很多人都中了 這次的感冒有多可怕你知道嗎 我沒有生過這麼嚴重的感冒 我大概躺了快一個禮拜 那個全身 肌肉痠痛 發高燒 咳嗽 吃東西沒有味道 那個都是病毒已經侵入到神經了 你知道嗎 我都覺得齁 好像在死了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是好了 可是咳嗽是不是最難好 我又要一直講話 要講課 所以我就會掃 可以原諒我嗎 可以齁謝謝齁 不好意思啊 我等一下齁再吃耶 謝謝 然後呢 因為第二個道菜兜 的關係打不贏 可是他又病死了 所以台灣非常的髒亂 但是當時呢 我們印象當中的抗日 就是因為這個時期 然後台灣人民呢 組成義民軍對日抗戰 不好意思我們抗戰習慣了齁 所以 日本還有祭祀我們是 台灣民族 勢可殺不可辱的優秀民族 就在這個時期 可是 後藤新平啊 有過他有沒有公 有 因為他來到台灣第一件事情 他就問了 你們啊大清國將日本 你們大清國皇帝 然後把台灣跟澎湖哥 讓我們給我們的日本天皇 可是怎麼只有西半部 有被統治過的痕跡 啊你們東半部咧 所以這時候美國就跟他說 你們要像美國統治印第安人一樣 用武力征服 你一定必須要用武力征服 這些部落型態有沒有 因為他們還不是一個國家 你必須征服之後 你才有辦法 下制度下政策 整體的管理嘛 是不是 因此 只有日本 他統一了我們的東半部 那我們會問 他這麼嚴格 前期二十幾年這樣對待台灣 有沒有公 有喔 來 有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喔很多都有辦喔 那請問你們辦的時候呢 叫你們去申請什麼 為什麼是日治時期不是大清國時期 為什麼 啊對 啊為什麼是叫你們申請日治時期的 而不是大清國時期 齁 對 嗯 因為大清國時期 根本就沒有戶籍藤本 有扣抱抱 為什麼 他根本沒關係你們嘛 我管你的 所以到後藤新品 因為他有重視 所以他做了一個戶口普查的動作 把你們家啊 你們家有幾口罩 幾口罩的人 把你調查到清清粗粗 所以到現在 連到現在都還在沿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藤本 厲害了吧 大清國時期根本沒建立 他根本不關心台灣的人民 有多少的人 沒關係 那可以說問 私底下我們可以再問 所以呢當時候藤新品 他做了什麼 不只戶口普查 還做什麼 生物學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 交通警察等發展 所以當時他蓋了非常多的建設 一直到 1904年 也就是說1904年的時候 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補貼 甚至我們台灣當時很多的建設 比日本的內地還先進 台北的下水道的覆蓋率是當時的亞洲第一高 有厲害嗎 有沒有突然覺得我們從大清國那個很落寞 然後還會讓人生病的地方突然變成這樣 有厲害嗎 這個就是建設 建設要不要花錢 這個的重點就在於 荷蘭不花錢 鄭成功不花錢 大清國不花錢 日本花錢 可是他有眼光 他知道台灣是寶島 一年三收 物產豐饒 因此他建設完之後 1904年台灣的財政不需要日本補貼 這時候的台灣 已經可以自給自足 自己可以養活自己 成為一個國家 甚至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台灣還成為日本的大米倉 搞不好 日本有沒有眼光 有 所以因此 我們到了中後期 三十幾年的時候 換了一個文官田劍智郎 跟當時的首相袁靖 他們呢就比較柔和 當時他們就覺得說 台灣啊不錯 發展得很好 而且前途無可限量 我們把台灣納入為自己的國土好不好 好呢怎麼不好 可是啊要做很多的功課 要做什麼功課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你必須要做黃明化 你要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書 共同的信仰 你才能夠成為一樣的國家 是不是 因此那個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也就是童話政策 我們老一輩有沒有學過 有齁 有齁 那時候是不是在學日本語 所以那個就是 童話政策 然後讓台灣人 如日本人一樣 效忠日本天皇 一樣的信仰 然後日台共學 任用他們最棒的工程師 來建設台灣 有沒有聽過八田語意 有齁 有齁 他是台灣土木工程 很現代化很重要的一個人齁 八田語意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他很厲害 很厲害 將台灣變成真正真正的魚米之鄉 好 這個是烏三頭水庫 有去玩過的嗎 這是他的雕像 他就是這樣坐在那裡這樣吐 他就這樣看 台灣的整個稻田 我要如何啊 讓這些水 可以灌溉 綿延幾萬公里 然後灌溉到每一個農田 每一個地方 然後讓台灣變成真正的 稻米國家 魚米之鄉 然後再配合台灣的氣候 一年山收 物產豐饒 因此 加南大郡 烏山頭水庫 台南水道 桃園大郡 都是當時日治時期的很重要的計畫 烏山頭水庫 當時是什麼 世界第三大水庫 有搞不好 剛剛是亞洲第一 現在是世界第三大 有沒有突然覺得台灣很強 那你們現在可以知道 台灣的亞洲奇蹟跟 那個亞洲四小龍跟經濟奇蹟 是什麼時候來的嗎 日治時期來的 蔣經國 他的建設是幾年 十年建設對不對 十大建設 十年 二十年 你知道日本日治時期的建設 一個建設藍圖 畫的畫出來是幾年 沒有十年沒有二十年 一畫就是一百年 連台灣到現在 現在有很多的重大建設 公共建設 都是沿用日治時期 時期的藍圖 建設藍圖 這樣有搞不好 所以想到這裡 都會很慘 如果我們沒有被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所統治 台灣到現在 沒有這樣而已 沒有齁 那個馬路 馬路不會齁 沒有錢就在那裡 所以 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發展了什麼 奠定了台灣的 經濟奇蹟 亞洲四小龍 當時 南北的縱貫鐵路 然後 輪船 港口 機場 台灣的全台的電力 水力發電 火力發電 資訊傳播網 有效遍佈全台的資訊傳播網 有看過那個圖片的齁 他那個 不是都有一個那個 燈會條啊 然後上面不是有那個喇叭 播送 所以 這個就是當時的建設 50年而已 有厲害嗎 很厲害的 所以呢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台灣就已經比 貧窮落後的中國 進步要一百年啊 這個代表什麼 我們台灣已經這麼進步了 然後還被蔣介石集團 再來代理佔領的時候 發生了慘案對不對 如果不發生 那些事情才不正常 你想我們的文化素養已經這麼高了 然後被落後的人來統治 你們會甘心嗎 不會甘心的齁 所以當時呢 已經有一百年以上的文化落差了齁 有沒有看過這些學生在幹嘛 在幹嘛 讀書 為什麼不是坐著是跪著 跪著要培養什麼 武士道精神 對 所以 我們現在學生是不是很好 要帶來摸的躺著有沒有 可是當時 為了呢 讓全島普遍 初級教育 所以呢 你看這樣訓練我們武士道的精神 而且重點是 他讓全台灣的教育普及 這個代表什麼 素養 每個人都有書可以讀 如果現在啦 我請各位 現在在 這個旁邊 路邊 大小便 你怎麼跑 不會吧 會拍謝對不對 會有道德感對不對 就是文化素養 有沒有時不時就看到新聞那個中國啊 在哪裡上廁所 路邊 路邊 放塞又放流 有得沒水準的對不對 沒有 放流又要爬 好啦 我們自己扣布地 我們人比較多 所以說齁 你看他這樣子 基本上跪著就是在培養他的武士道精神 所以當時台灣的素養 在這個時期 建立的非常的好 然後呢 學生 每個人都有穿鞋子 對不對 看到這一張 我也就告訴我 欸 他們啊 在讀書的時候 有的東西 我在讀書的時候 又不會有的東西 我就說 日治時期的時候 有的東西 你沒這麼老啊 你的時期是日治時期之後 又不會有的東西 那你是什麼時期 那也就是 蔣介石集團來控管台灣沒多久的時期嘛 那 代表什麼 台灣的經濟怎樣 落後 當時有多少的人餓死街頭 很多的證據齁 這個是 當時日治時期成立的第一所台灣人就讀的學校 小學 然後呢 台灣的小學跟日本的小學打棒球比賽 打贏了 然後合影留念 欸 那又代表什麼 代表很強 不是 代表 每個人 吃得飽 穿得暖 都有時間去 打棒球 如果今天啊 你吃不飽穿不暖 請問你有時間發展休閒娛樂嗎 不會 你有時間畫畫嗎 不會 這個陳陳波 很多人認識他 在日本的地展入選的作品 基本上呢 他後來我會告訴大家他怎麼死的 我們當時日治時期培養了非常多的精英 而且那個時期仍然吃得飽穿得暖 生活過得非常的好 所以才有時間發展很多的文化藝術 是不是 然後最後的結果呢 有沒有看到1895年 大清國統治下的台灣 知道嗎 有六三嗎 有齁 啊這個 212年對不對 日治時期 改正後的寬敞到了五歲嗎 五歲 那這幾年 日治時期幾年大家知道嗎 五十年 212年 啊五十年 這樣有差嗎 所以這就是喔 有沒有心在管理台灣 建設台灣 請問各位你們還會覺得 想要做中國人嗎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當時大清國跟中華民國 真的有好好的對待台灣嗎 看就知道了喔 一切啊事實勝於雄辯喔 終於啊 日本天皇他下達了詔書 下達了詔書代表的意義 是什麼 他是不是經過了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然後經過了黃明化 他目的是什麼 要將台灣納入為日本的國土之一 因此他必須頒布詔書 下達明治憲法 在1945年的4月1號 從此 這一天就成為了 台灣就成為了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有沒有看到這是日本 Japan 然後這是日本 台灣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台灣 這是日本的地圖 所以台灣成為了日本的國土之一 那什麼叫神聖不可分割 他有一個證據齁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 甲午戰爭 然後有簽訂那個下官條約 對不對 簽訂下官條約的時候 是不是大清國 然後大清帝國皇帝 然後將台灣跟澎湖 各讓給日本天皇對不對 對不對 當時他除了台灣跟澎湖 還多割了一個地方叫遼東半島 他割給他之後就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等一下 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掛給你日本天皇 意思就是當時叫做遼東半島叫奉天 大清帝國當時叫滿清 所以奉天是滿清的發源地 因此不可以割讓給你日本天皇 他是他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日本天皇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又跟大清帝國簽訂了一個遼南條約 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帝國皇帝 這樣了解嗎 那請問台灣跟澎湖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的時候 還可以再被割讓嗎 不行了齁 除了這個條件之外 剛剛講的下官條約簽訂之後 一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對不對 所以台灣現在在誰的手上 領土主權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而且當時他除了頒布憲法之後 他還頒布了 下達了徵兵令 然後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一切依法行事 完全合法 這樣了解嗎 而且也建構了台灣完整的主權對不對 所以台灣領土目前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進入這個時期齁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我們休息個十分鐘 上個廁所我們再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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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